韓國綜藝節目 Running Man經典私民牌橋段 現在在上海出現民間版 穿上隊服組隊廝殺 目標是敵人背後所連的名牌 經過幾輪攻防 勝負立刻揭曉 當我名牌被撕掉之後 就意味著我被淘汰了 而這種私民牌的遊戲 是目前中國大陸最新燦紅的 團康遊戲 他不僅能夠增進彼此的感情 還能夠釋放壓力 真的很人 然後這裡氛圍還可以 其實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可以出了個汗 然後覺得很舒服很爽 而且可以就是 戰勝比自己力氣大的人 整個過程大約三個小時 一次收費台幣一千元左右 總共有三到四種遊戲 讓消費者體驗 場景更可以從室內拉到戶外 從最最喜歡我們做過十歲的 生日派對 他們也喜歡玩ReneeMan 包括像年紀大的 他們有老年人的聚會 大到七十歲 所以說年齡跨幅很大 男女老少都好喜歡 一年營收上看一千八百萬台幣 尤其暑假更是旺季 一天至少就能接五場 也讓這股韓國綜藝節目 掀起的熱潮持續延燒 記者程序張慧玲上海報導